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练习生之前我干过很多事情 去端过盘子 我发过传单 这些都是我自己想去体验的东西 并不是因为家里缺 就是想让自己的人生我想靠自己来赚一些零花钱做点什么 但那个时候其实唯一没停过的就是对我的音乐上的执着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唱歌的人 我就一直去学 学着学着某一天就突然有一个机会就是 有一个选秀选到我了 选到我完了之后我晋级了 就开始经历练习生的生活 你如果一味的想去要出道 而你不去为此付出努力的话 你出不了道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自己去喜欢想要去做的话 可能出道的那一天就在你眼前 就看你的思想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只是一味着去要出道 我一味着想要去赚钱 恰恰相反 反而就并没有得到 但你一味着去努力的去做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不是你赚了多少钱 你有多少的车 你有多少的表 你就能活得开心 你赚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 不管你有钱没钱也好 只要你的生活是开心 这就是最大的富有 所以你说出道与不出道的问题 对我来说能出就出 出不了我努力了 那我命不在这儿 我认了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只要你努力过了 你想你去做过了 但是机会没到你面前 那跟你没关系 就红不红我这些我都不想 我就是想要自己的实力能够提升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说实话我其实活到现在 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特别兴趣的 因为每一次我的努力都有回报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不幸的 就是很多人其实真的努力 但是没有回报 但是你努力了就是比没有努力更强 可能没有最后达到你想要的东西 但你一定会从中收获到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我能有今天的成就 就是因为我爸妈特别相信我 他们从小就相信我 我选择的事情我一定能做好 我一定能做出成就给他们看 以前我发传单的时候 我下着雪我还在外面发 我爸开着车路过就过来为了看着我在车里面哭 我也是长大了他才告诉我 那我爸就是让我在雪里头发 他宁愿自己在车里面哭 他也不下来拉我回家 因为他不惯了才能成就今天的我 这就是家人 我是一个从小没被爸妈惯起来的人 我是一个爸妈都不给我花一分钱的人 我是一个我宁愿自己出去发传单 端盘子 我自己去赚这些钱 我也不会苦苦地求我爸妈给我钱 而且我 当我说我要 退学我要去发传单 我爸妈 会犹豫 一定会考虑 但他们最后给我的结果就是 你去吧 我说我想学音乐 你学吧 我说我想去参加这个比赛 你去吧加油儿子 永远都是这种话 所以你让我怎么辜负我爸妈对我的信任 我为了我爸妈 我今天就算我 就是再累再苦再累 还是被人黑得五体投地 我一样坚持 因为我为的是我自己为我的家人 我不是为任何人而活 所以家人的鼓励跟支持特别的重要 如果家人给了你支持 你还是做不到 那你就真的要认了 我回国 我回国到现在 除了今年以外 我一直都在被人骂 我什么都没说 我一直沉默 我看谁都是在黑我的状态 我连人都不敢见那个时候 门都不敢出 活动我都不想上 那是我最黑暗的经历 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你们没人知道 我为什么能说出这些话 就是因为我的经历 我当时就一个想法 没关系 你们随便黑我 我总有一天 我证明给你们看 我告诉你们 什么叫时间 证明一切 我用实力 证明了我自己 我用我自己的真实 我从来都没变过 你们看到了真正男子汉之前 我上那个节目之前 我就是那个性格 我真正男子汉之后 我现在还是这个性格 但为什么我同样的性格 回来的时候就一直被人黑 可是到了现在 我还是一样的性格 因为在我最苦最累最难的时候 我选择了沉默 我选择利用行动证明一切 我来说 你应该在做什么 你应该在做什么 团体里面 每一个成员 都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他们有的人 能力在这个地方特别的高 但有的人 在这个能力 是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人的能力 又在这个地方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虎虎的 所以 会形成一个团体 这就是团队 有一种老式的方法 就是看脸 但是看脸的同时 这个人又具备唱跳 都有能力的状态下 这个人就可以当C位 C位不是一个人 永远在前面 C位是换着来的 什么叫风水轮流转 如果你想去争C位 OK啊 你有本事 你把你的唱歌跟跳舞 练到比别人都好 你想要C位 你用你的能力去争取 而不是光展的战士说 我想要C位 C位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这个人如果没能力 即使长得好 我也不会给C位 什么叫真正有能力的人 是他默默无闻地努力之后 在舞台上呈现出来那一刻 让你惊讶到他进步那么大 这样的人 才是有能力站在 有机会站在C位的人 而我们却不知道 他付出了多少的苦 不是每一个你看到的这些人 流血了很苦 他就是真的苦 真正苦的人 从来不说自己苦 很多粉丝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 有喜欢性格的 有喜欢长相的 有喜欢实力的 有喜欢各种各样的 这你没法去垫顶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喜欢我的粉丝都是喜欢我什么 因为我设得太广泛了 我音乐也做 综艺也上 电视剧也拍了 这就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问题 特别可悲你知道 对我来说 特别想通过大家看完谈判关以后 都在开始套的歌好好听完 上完综艺以后 套的歌好好听 没有 都在说谢小飞 大家已经忘了黄紫涛是什么 但在《真正男子汉》 给大家带来的欢笑跟快乐也是成功的 可唯独最不成功的就是回到音乐本身 就没人听我的音乐 所以CPAP很难有多难就是这么难 你即使为了你的CPAP 为了音乐做了这么多东西 可最后回报还是就这么一点点 粉丝是很可爱的 我的粉丝是特别可爱的 粉丝为什么喜欢你 是因为他会因为你这个人而喜欢你 他会因为你这个人能给他们带来动力 让他们的生活充满希望 这是我想给我的粉丝带来的东西 我想告诉他们 人就是要做真实的 做一个好人 一个善良的人 让他们开开心心的生活 哪怕有一天他不喜欢我了 或者有一天你不做我粉丝没关系 你的生活在你喜欢我的那一刻开始 如果因为我而有一点点的改变 你变得开心也好 快乐也好 还是因为我而跟自己的父母关系越来越好 这才是一个 艺人该传达给粉丝的东西 而并不是谁比谁的房车大 谁比谁住的这些东西都是浮云 真正好的艺人是什么 比的是谁先到场 谁没有让工作人员等 谁拍戏的时候没有 就是认真的 谁在第一时间能在现场 而不让任何工作人员去等你这个人 这才是一个好的艺人 这个是所有人都应该去比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圈子越来越水越来越不好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越来越少 大家都在比不好 因为他们大家都在觉得 这些不好的东西都太好了 因为他们被所有的东西冲灌了头脑 觉得我们太厉害了 我有那么多粉丝 我很火 不知道自己是谁 现在社会不就是这样 你是艺人都搭的 涛哥哥哥都在叫哥叫什么姐妹 因为自己比别人小那么多 别人还要叫你哥 我看这种现象我就特别 所以别人叫我涛哥还是怎么着 千万别 我还小 大家都觉得男团其实会更吸引 很多粉丝的目光 女团其实就 我估计也没什么人看女团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投这个钱 做这种项目 这就是他们不敢去尝试吗 因为怕他们的钱白头 我现在看的实际上就是 其实跟组合的所有成员 跟艺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全部都是很多老板 没办法 因为那些老板就是觉得 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什么演艺的经历 他们就是为了赚钱 很多老板就是学了 所有老板都是这种心态 所以所有老板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些人活不了 跟组合没关系 就是他们背后的人 老板跟经纪人 因为他们不懂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是失败的 完全不行 因为这个东西不真实 它是一个虚拟的东西 而且你说这种不真实的东西 跟真人在一块 我一定愿意看真人 因为真人 它是发自内心的 你说它失误了 可能就是你要看整个真人的反转 就它的努力的 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虚拟没有 你只是在用某个一些方法 去调它的东西 但而且其实两个 你看起来根本不冲突 你喜欢看这个 看完你再看那个 市场那么多 你对吧 我觉得一点都不冲突 反正我自己一定喜欢看真人 我不爱看那些虚的假的东西 没意义 为什么中国音乐 现在没有人关注 因为音乐不赚钱 所以大家都不做音乐 所以音乐市场起不来 但我一直这么坚持做 我的歌原来都是免费的 我就想让更多人知道我的歌 我慢慢慢慢 时间上一定会越来越多人知道 我用那么多的时间 去铺垫整个Cpart 从我这一代开始 我就不认这个命了 我花一百年 两百年事 我用N个人我去玩Cpart 我不信Cpart起不来 这就是我的信念 我想要做的一支团体 是真正的Cpart团体 如果当时一个人出现 里面音乐的因素有中国风 他们跳的舞蹈里面有中国风 他们的MV拍摄都是中国风 一条龙 属于真正中国人东西 我相信如果这种东西 当它出现了这一刻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沸腾 因为他们没有见到过这种 这么充满中国风的东西 这才是属于中国人应该有的东西 我就是想做一次这样的女团 所以我来了101 我希望这个节目能够打造出一个很有质量的真正的女团 我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节目播完了之后 我还能跟他们在一块 但我希望我能通过这个节目 那传递给更多的东西 包括所有的101的女生也好 还是给观众也好 我希望他们看到的是更多的正能量 和通过这个节目给他们传递更多的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